好,亲爱的同学们,刚才三元融赤,老师通过那个例子给大家讲了一讲,那你们现在体会好了吗?尤其是那个口诀,口诀是什么来着的? 七层加五层减,爱七层加五层减,好,那现在呢,我们带着这个口诀来看一下黑板照题,它啊,就是一个三元融赤,它说一到两千零一的自然数当中, 诶,语读这个话,你立刻告诉我,实际上它还在告诉你什么呢? 范围 诶,告诉你范围,那么在这二元融赤的时候,我们说了,有范围就,画框,对不对? 对 好,最近也有范围,我们是不是也在画框啊? 是 好了,那么我先画了一个框,表示的是,这框里面写的啊,是两千零一十一个数,一到两千零一十一的 那么其中,人家问你,能被三或五或七整出的有多少个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是,能同时被三五七整出的有多少个呢? 第三个问题是,能被三整出,但不能被五和七整出的有多少个?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能被五和七整出,但是不能被三整出的有多少个? 同学们,现在我读完了,你告诉我,整个从第一文到最后一文,都是跟什么有关的? 跟能被三或五或七整出有关 诶,是不是都是跟能被三五七整出有关呢? 对 换句话说,是不是都是在求三的倍数,五的倍数,七的倍数? 是 好,那么要想把这条题解出来,你说你必须得知道什么? 有多少个三的倍数,五的倍数和七的倍数? 诶,有多少个三的倍数,还有有多少个五的倍数,有多少个七的倍数? 我们都得一一求出来吧 嗯 好,那就这样,我们现在呢,一个一个的来求 首先呢,在求之前我知道,这个图当中一定有几个圈? 三个圈 分别表示三的倍数,五的倍数和七的倍数,对吧? 对 好,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框和圈都画上 然后呢,我就等待着往里添数 首先,大家告诉我,2011里面,能被三整除的数有多少个,怎么的事? 2011除以3在取整 诶,好了,用2011除以3,对吧? 但同学们,你想呢,我要求的是个数,是不是很容易出现小数? 是 好,那么为了避免我们最后的答案呢,出现小数 因为我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取的是那个整数个 那就这样,我用了一个中括号 同学们,你就记住了 中括号表示的是,我只取这部分算材答案的整数部分 理解了吧? 理解 好,那么我们发现,2011里面是三的倍数的应该有670个 来,填上670个 然后再来看,2011里面5的倍数有多少个呢? 2011除以5在取整 好,听不听的你,这回学会了吗? 2011除以5,而且还再加上一个中括号,表示的是我取整数个 那就应该是 420个 诶,420个,好了,我们也填上420个 以后记住了,做题就这样 这边写完了,这边就要填好了 好,那再来看,下一个7的倍数怎么列是? 对,等于402 好,那就应该是等于402 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数填上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7的倍数有多少个呢? 2011除以7再取整 诶,2011除以7再取整 好,那2011除以7,算了之后应该是? 287 诶,287 同样,我们也填上 同学们,下面很明显的那块没填呢 是不是就穷那就可以了? 是 比如说,T13又是5的倍数,应该怎么写? 2011除以3乘5 诶,T13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3和5互质 是不是应该是15的倍数? 是 好,那我们就用2011再除以15 算出来答案应该是? 134 诶,134 好了,把134填上 下面我们该求了,既能是被7整除,又能够被3整除的吧 好,那它们两个之间答案应该是? 2011除以3乘7 诶,2011除以3乘7再取整,算完之后应该等于? 95 诶,95 还有要求什么? 还要求同时能被5和7整除的 诶,同时能被5和7整除的 由于5和7也互质,同时能被它们两个整除的 是不是就是同时能被它们两个成绩整除啊? 是 好了,那算一下 2011除以35应该等于? 57 诶,等于57 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都写上 来,把这数呢都标上 好了,就差这个位置没标了吧? 对 这个位置表示的是什么? 同时能被357整除的 既是3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又是7的倍数吧? 对 好了,357它们两两互质 因此能被它们三个整除的数字 应该是它们三个的乘积 对不对? 对 好,那就应该用 2011除以3乘5乘7 来,算一算 最后答应该等于? 19 I19 取整数个的话应该是19个 那现在老师连给你把所有的数都签上了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一 问题一啊,人家问的是 能被3或5或7整除的 也就是只要能被其中之一整除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 来,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能被3或5或7整除的 就是什么范围内的数? 圆圈范围内的数 I就是圆圈范围内的数 对吧 好了,同学们 圆圈范围内 这是一个三个用词的关系吧 是 根据我们的口诀 第一层加 偶层减 那现在 拼目前的你和我们的现场东西 一起来说一下 它就应该是 670加上402 再加上287 这应该是402是吧 好了,然后呢 再减去134 减95 减57 再加19 哎,好了 那就应该是 670加402 加287 减至偶数层上的数 再加上基数层上的数 这是不是就是基层加偶层减呢 是 好 算一算 最终圆圈内的应该一共是 1092 1092个 那第一文我们是不是答完了 对 好,来看一下 第二文 第二文呢 说能同时被357整除的 快告诉我 就是图中的谁 19 哎,能同时被他们三个整除的 是不是就19啊 对 好了 那就是19 来,再来看一下第三文 说能被三整除 说能被三整除 但是不能被五和七整除的 哎,这块你得好好分析了哟 看一下啊 能被三整除的 是不是就这一个大圆圈 对 大圆就又说了 要逃出去 他,还要逃出去他,还要逃出去他 对不对 对 对 好,那么再减95 看好了 670 我们就要理解好了 这块的圈 减去这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嗯 但同学们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已经求算的数据来求呢 可以 比如说 这三个圆圈实际上表示的是1092个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对 我们只要用1092个怎么就可以 减去670 哎 我们只要用1092 用这三个圈的范围的大小 减去能被三整除的 是不是就是能被五能被七 但不能被三整除的 对 好 那最终啊 可以算出来 应该有422个符合第四个要求的 好了 同学们 通过这个题啊 你深刻的理解了 每一部分的含义 你必须都得理解好了 这样才能够解除题来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例二 那通过这道题 你发现 理解每一部分的含义 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好 那这例二呢 自己来整理一下